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相信片二 2017年周老师强势录驻喜马拉雅 然后录的第一篇就是相信片 这一篇在网上大概有将近200多万的点击率 然后周老师有一个福布斯弟子 因为听了这一篇 让自己的业绩翻了五倍 然后一年做了两个多亿 就是因为他在周老师弟子班说 我就因为听了周老师的相信片 然后我让我全部几百个员工听 我的业绩翻了五六倍 然后今年也因为一个突破突破过亿 非常非常的感恩周老师 从那天起周老师下了个决定 我要利用我的闲暇时间 然后开始录音频节目 然后全部免费帮助更多的人 到今天为止周老师已经录了200多片了 那么也是三年过去了 周老师准备把相信片 重新再升级定位一个新的档次 或者一个新的境界 或者一个新的维持 所以相信片二 强势来袭 如果你喜欢相信片的朋友 一定要认真的倾听今天的相信片 我说过 一切从相信开始 你的人生没有相信 你的人生没有开始 经营企业 经营家庭 经营健康 都在经营相信 经营企业就是把相信推送到信念 把信念送化到信仰 那请问你真的听懂了相信片吗 或者说你真的相信吗 举个例子吧 然后我经常问我弟子这个问题 我说你们相信周老师吗 他们很多人都笑了 老师我当然相信你啊 我不相信你怎么可能 花这么多钱抱你的弟子班 跟你学习啊 老师我不相信你 我怎么可能跟你学习三年五年啊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你不是真的百分之百相信 我把相信分为几个档次啊 或者分为几个等级 那第一种相信呢 就是根本不相信 他谁都不相信 那他为什么要听你的分享呢 来你的课堂呢 买你的书呢 他只是来随便看一看而已 他看完以后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老师吹牛逼的 然后这是第一种人 那第二种人就是 他会选择性的相信 也就是你讲的这个观点 跟他的观点 是一致的 是引起共鸣了 他就会非常相信你 但是当老师讲的每一 某一句话 跟他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 他就不会相信你了 在周老师课堂 每次都有这样的人 然后包括在周老师的评论区 如果你听周老师的音频 经常去评论 或者看别人评论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 比如说有些人 就会说 哎这篇录的非常好 但是有一个点 我不认同 有一个点有瑕疵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 恰恰是 我们两个人的观点 是一致的 你是不需要跟我学的 因为正义你也有嘛 而恰恰 我的观点 跟你的观点 不一样的那个点 是那个不一样 决定了我们不一样 为什么周老师 可以白收起家 为什么周老师 可以财富自由 为什么周老师 今天能够创造 属于自己的一些成就 而我们很多人 还是 没有实现的财富自由 甚至一事无成 其实就是我们 不一样的那个点 所以选择性相信 其实也等于不信 然后那第三个档次 第三个档 叫做 他真的是在 语言上 或者在思想上相信 但是结束了 他真的相信老师 老师讲的都对 太对了 太对了 鼓掌 GPG 没了 结束了 喝彩 没了 这是第三个档次的相信 在我看来 这三种类型的相信 都是不会成功的 那第四种相信 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是老师今天 跟我说了一个观点 我根本没有任何怀疑 我百分之百接受 而且马上去做 我今天要送你们一句话 相信是个动词 不是个名词 而且信和不信之间 没有中间地带 信就是信 不信就是不信 当耶稣能够在水上行走的时候 他有一个弟子说 我也可以在水上行走 结果他真的开始走了 结果走着走着 突然有一个弟子说 你怎么可能啊 老师才能做到 你怎么能做到呢 他本来相信了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他怀疑了 噗通掉水里 这是圣经里的一个小故事 换句话讲 就是信和不信 没有中间地带 周老师有一个 非常厉害的风水师 然后呢 其实帮助了周老师很多 然后包括周老师的很多弟子 然后惹上了纠纷 他布个风水剧 马上就好了 然后这个公司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布个风水剧好了 但是每一次 当我请他去给我的弟子服务的时候 他都会首先 跟我的弟子面谈个 五分钟到十分钟 然后他只问一句话 看着对方的眼睛 你相信我吗 如果他看到对方眼睛里面有一丝丝的怀疑 他说拿了你的钱 现在就可以走了 有时候甚至用语更夸张 现在拿了你的钱 滚 我刚才是特别不能理解 我觉得你这是怎么这样 虽然你是大师 你这讲话太难听了 周老师还有一个老师 是一个北京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中医 他真的是救了很多的3017号的不要的患者 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周老师很多弟子 他也帮助过 很多的真实案例 但是他也是很怪的一个老头 也是一样 不管你带没带钱过来 首先问你的第一句话 就是你相不相信我能帮到你 只要看到你眼睛里又四怀一棍 我刚开始特别不能理解 但是后来他们两个人都一口同顺的跟我讲了一句话 那句话把我给点醒了 你信 我能 你信我 我就能帮你 你不信我 我做了也没有用 我今天给你布了风水剧 但是你不相信我 这个句不会生效的 我今天给你看病 用我的针灸也好 用我的中药也好 但是你边吃药 你都不相信那个药能帮助你 没有用的 谁都知道答案 那药能不知道答案吗 我开始慢慢的触摸 真的人与人不一样 我再给你们举个真实的案例 有一次我把罗伯特清奇先生 穷玛福瓦的作者我的老师请到中国演讲 我们在广州体育馆办了一场万人峰会 那清奇先生在台上讲了很多的观点 其实都是我平常跟我的弟子讲的观点 然后我有一个弟子 也是我的好朋友 那跟我已经有十多年的好关系了 当清奇先生把我请上台 跟我开始颁奖 告诉我 我是他在中国的学生里面 真的非常有结果的一个的时候 然后告诉我要把财商传播到中国的每个角落的时候 我的这个弟子 他特别有感触 因为他也他接触清奇比我还早 我是在 应该在2004年左右的时候吧 接触的清奇福爸爸的书籍 而我这个朋友他是在 2000年左右 他就接触了这本书 那本书才刚刚的 这个这个这个 印出来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97年98年左右的时候 然后开始 开始开始这个 出版 他就开始看到了这本书 然后但是他的人生可能就是 很普通 看完以后这本书并没有对他带来很大的帮助 他还是一个普通的人 然后企业做的也很一般 那周老师的企业已经超过他的十倍百倍 包括财富 那曾经他也是比我有钱的 慢慢的我越来越比他有钱 然后在这次课程结束的时候 就跟我聊了一个问题 周老师你知道吗 其实在你之前 我就看过《去马夫啊》这本书 但是我只是把它当成一本书 而你不一样 你虽然看得比我晚期点 比我低 但是你把这本书当成了你的信仰 当他讲了那句话的时候 像一股电一样 电了我一下 你知道吗 我也想 对我 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到《去马夫爸爸》 而我成功了 就是因为我把那本书当成了我的信仰 那本书里面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我都百分之百相信 我百分之百相信我的老师 我把老师当神一样相信 相信就会产生力量 甚至有一段时间 网上报了很多亲戚的负面 说亲戚破产了 富法神话破灭了 不要再相信了 不可能实践才无自由的 但是我还是百分之百相信 我甚至因为这件事 亲自飞到美国去验证 我的老师 他是我心目当中的神 是我心目当中的英雄 可能 讲出来稍 我有点傻 周老师有点傻 用阿里巴巴有一句土话 讲的特别好 阿里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精神让我们成功 阿里精神是什么 然后马亦先生 他们讲了这么一句话叫 阿里人就是很傻很天真 聪明的人都跑了 而傻的人都留在了阿里巴巴 很傻很天真 听完这句话 是不是觉得 好像是贬义词 但是你要听下一句 阿里土话里面 很傻很天真 下一句话叫做 很猛很持久 就是因为很傻很天真 所以很猛很持久 周老师就是那种 很傻很天真的人 真的是保持那颗 那颗赤子之心的人 我给你们讲 穷八富吧 可能你们没有深的感触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 我发现到我身上真实的故事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本书 这本书叫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然后是讲羊皮券的 你们可能听过羊皮券 而羊皮券就来自于这本书 这本书也是全球第一参销书 也是对周老师命运改变 很大的一本书吧 然后 那个时候我在做销售 然后我就看了这本书 实际上就有来推销员了 我一定要成为实际上 最为来推销员 刚好在做销售 我在找销售的书籍 但是当我一翻开 我发现他不是讲销售的 这本书是一个童话故事 有一个小青年很穷 到了一个地主家里面 这个地主超级有钱 他特别想发财 特别想支付 结果跟这个 跟这个妇人 成为他的这个小跟班 结果这个妇人要死了 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么好学 就跟他讲说 我留进一笔遗产 这笔遗产太厉害了 我赚了这么多钱 成为亿万富 就是因为这套东西 大概我记不清了 大概故事情也是这样 那我留给你的这本书的名字 叫羊皮卷 你要每天按照我说的读法去读 你就能够像我一样变成亿万富 每天早上读一遍 中午读一遍 晚上读一遍 每天只能读一张 这一张连续读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 才能够翻开第二张 是不允许一期读完 不允许跳着读的 只允许一张一张读的 早晨起来大声朗读 中午晚上每天都要读 然后一个月读一张 就是当他这么一个 幼稚的童话故事 讲完以后 你们知道很多人会怎么样吗 嗤之以鼻 甚至后面根本不会看了 这是一种人 第二种人就是看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把后面的几张 瞬间全部翻完 到底写了啥东西 什么时间疲倦 看一看 你们知道周老师是一个什么样人吗 我真的是傻傻的 就像拿到了一本武林秘籍一样 一张一张读 早上读 中午读 晚上读 连续读一个月 然后再读下一张 我甚至感觉到 我真的就像 我就是那个故事里的主人公 我就像那个故事里讲的一样 我真的每天读 每天读 然后读了一年以后 把所有章节读完了 我就能成为一万富 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就是傻傻的相信 傻傻的干 傻傻的赚了好几百万 精明的算 精明的干 结果到最后精明到自己 把自己给精明的一无所有了 就那种感觉 周老师是一个很天真的人 我宁可相信他是真的 我真的宁可相信他是真的 然后就是傻傻的念 我就把那本书完全 我融入到了自己 真的是 真的不是讲销售了 真的就是把整个身心灵全部打开了 包括今天很多人说 周老师 你最后结束的时候 总会讲一句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 刚开始我觉得 那就是一个问候语 或者是怎么样 口头禅 但是当我听你的音频 已经听了两百多篇 因为听了三年的时候 我才发现 那是你发自肺腑的 真的是发自肺腑的 就是独家命运 会让你真的拥有爱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篇讲 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大的武器 就是那种潜移默化的 已经深入到了你的潜意识 深入到你的骨髓 深入到你的灵魂 就那种感觉 你们知道吗 所以 讲了这么多 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会把我的老师当成神 他的每一句话 在我这里都产生了力量 我不管他做到了没有 我一定会做到 所以我能够这么快的 一成绝技的 这个 可以这样讲 超过老师的成就 就是这样 当然了 我指的成就 不是说我的钱比他多 可能我的钱 那根清闲症比 那完全 这个不在话下 对吧 我听过这次他分享 他是怎么处理金融危机的 一次金融危机 赚了二十多亿美金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他四十五岁时间财富自由 而周老师可以二十五岁时间财富自由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百分之百相信我老师 我把我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了我的信仰 真的就是傻傻的心 傻傻的干 相信是个动词 我的老师告诉我 说做销售 我那个时候那么排斥销售 我就去做销售 我的老师告诉我 说学习财商 必须要学习财务知识 必须要学习法律 必须要学习市场营销 我当时想去哪里能学到这些东西 学校 读个大学 读工商管理 读市场营销 我修了三门 我同时上了三门课程 一门是市场营销 一门是工商管理 还有一门是金融学 真的就是老师一句话 我听的所有的课程都是 我老师让我去做的事 我都会去做 就是这样 甚至我看穷马富马书记 看到什么程度 你们知道吗 穷马富马书记 没有一本像周老师 一目而生一样 把周老师完美的人生故事 全部讲一遍 没有 第一本书 只是讲了 亲戚九岁的故事 第二本 财务知识之路 只是讲了 亲戚四十五岁的 一点点故事 那第三本书 投资者 讲了亲戚 三十多岁的故事 那第四本书 然后就是 他的每一本书 都会讲这些故事 但是都是差序 差序 可能这本讲九岁 下一本讲四十五 下一本讲二十 你们知道 周老师做了一个 什么举动吗 我拿了一个笔记本 把亲戚先生 从九岁 十岁 十岁 十一岁 十二岁 二十岁 三十岁 整个人生 他做过什么事 全部把他的人生 轨迹勾勒出来了 勾勒出来以后 他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复制他不就行了吗 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 我们的衣服设计出来的 手机设计出来的 然后车子设计出来的 那设计什么都不如 设计自己的人生 我开始设计 我老师的人生轨迹 我连找什么样的伴侣 然后去上什么样的课程 然后去创业 去做任何的东西 都跟我老师学习 然后到最后 我就勾勒出了 跟我老师一样的人生 所以他是世界富爸爸 周老师被称为中国富爸爸 他是有原因的 而我们很多很多人 真的做不到百分之百相信 我的很多很多的弟子 跟周老师学习 为什么很多人 能拿到成绩 而很多人 他不一定拿到很好的成绩 就是因为相信的程度 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是选择性的相信 选择性的相信 那不叫相信 真的不叫相信 我有一个弟子 从监狱里放出来 然后负债两千多万 跟随周老师 学习三年时间 成为一万富 凭什么 他就进入弟子班 他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我混了四十多年 我还一贫如洗 我还负债几千万 周老师 可能一天的数 都已经超过了 我N多年的数 我不相信他 我相信谁 我跟周老师 对待的区别 不就是脑袋不一样吗 那周老师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不就行了吗 从此以后 周老师的话 对他来讲就是圣志 因为我经常讲这么一句话 当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听话照做 当你懂的时候 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真的就是这样 就像我们古诗或败诗 也是一样的 你还没有出师之前 你就得听老师的话 你出师以后 你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独立思维体系 你想怎么做就这么做 所以我希望今天的相信影片 能够对你们有帮助 包括周老师看秘密心理法则 也是一个例子 我百分之百相信 里面讲的每一句话 我为什么不相信他 相信他我没损失 结果我真的就用宇宙心理法则 吸引到了第一套房 第一辆侧 而我们很多人还是在怀疑 还是在纠结 还是不相信 而且你知道吗 我永远不会觉得老师有问题 我用宇宙心理法则 如果用的没有效 我会觉得是我的问题 我会觉得肯定是我心不成 我要再来一遍 而很多人用了一两次发现 这个法则是骗人的 不准 没有心的 我想要的 就是这样 我永远只会在我身上找原因 我永远不会找老师的原因 老师在我这里永远是对的 我把老师当圣人 当神 当信仰 而很多人根本做不到 我觉得 我希望今天的相信片 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触 真的就是这样 包括看张登芬老师的 《遇见未知的自己》系列的书记 也是一样 我百分之百相信 里面讲的每一句话 既然这个老师逼我有成功 逼我有结果 我为什么不相信他呢 我相信他就有可能 获得跟他一样的成就 不就这么回事吗 所以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家人 能够听到今天周老师分享的 你们要把周老师说的音频 全部听一遍 你们要来到周老师 线下课程听周老师 所有的课程全部听一遍 而且不是光听 听完以后要去做 要做到知行合一 相信是个动词 不是个名词 是要去行动的 你把周老师每一句话 都当成神的旨意 你到最后就能够活出神迹 不是说为了让你相信我 假设说 你很崇拜马云 你就把马云先生 讲的每句话都当成圣旨 你就能够复制一个马云的人生 就是这样了 但是一定是 相信一个政治正念 有结果的人 这个最重要 听谁的话 是听最有结果的人的话 你想成为谁 你想成为像刘翔那样的跨栏高手 你就听刘翔的话 谁都不需要学 你想成为像姚明那样的篮球球星 你就听姚明的话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就听谁的话 然后找到偶像 找到你的精神偶像 找到你的信仰 然后开始去相信他 把它讲的每句话都当成荆轲胜率 很多人成功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听了周老师的音频去做了 但是没有获得结果 我只能说 你没有做到百分之一百的相信 相信和不相信之间没有中年地带 你信我能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 也希望不要再算计了 放下你的头脑 跟周老师一样 保持这颗赤子之心 成为一个很傻很天真的人 很傻很天真的 下一句是很蒙很持久 感恩大家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活出最高版本的自己 活出宇宙当中最恢弘版本的自己 都能够活成你们心目当中 想成为那个人的样子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成功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财富自由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成就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